这就是国立的12月13号到12月19号 这段时间正好在大雪跟冬至之间 所以在中国的北方这个时候 开始就做什么火腿 腊肉 开始就准备要入冬的时候的准备了 好 那再下去呢 12月15号这天是凤凰日 凤凰日在我们的择日学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就是说它可以解猪雀 猪雀是一个很坏的神煞 它可以化解它 所以这天是好日子 好 那12日生肖 我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猪兔羊的 猪兔羊的下个礼拜不太好 为什么呢 一心多用 反意失败 就是你不专心做一件事情 不一定 或者甚至更难成功 所以我只给一个赞的评语 好 下面这一组狐马狗的 狐马狗是不错哦 气势惊人 事事如意 这不管是工作 钱杂方面都很不错 这是最好的一组 所以有五个赞的评语 好 这下面呢 蛇肌牛 蛇肌牛是差不多介于中间 怎么样呢 计划太多 注意落实 就是不要说光说不练 你要真的去做 真的去做才可以 所以只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好 最后猴鼠龙也不错 猴鼠龙是动作迅速 做事情不必偷偷拉拉 就能够完成任务了 所以有四个赞的评语 那最后呢 这个十二生肖 我用加码有三个最好的 其中第一个 钱财最旺的 钱财最旺的是属老虎的朋友 其实第二个 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应该是跟客帆一样 属老鼠的朋友 再次是桃花最红的 桃花最红应该是国贤的咯 是属狗的朋友 哇 终于了 多多把握机会 真的 来 我们再来关心下 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 来 12月13号到12月19号这段时间 同时看你的太阳星座 跟你的上升星座 国贤的太阳是狮子座 上升星座是狮子座 然后客帆的上升是狮子座 上升是金牛座 太阳是狮子座 OK 好 两个都对上 两个都可以参考 我们从一颗星呢 开始先来告诉大家 一颗星要特别注意的 像是摩羯座 摩羯座这个礼拜 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冲动购物小心破财 其实你这段时间呢 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去逛百货公司啊 或出门啊 看到某些东西 你就很想要弥补你自己 然后就会大花一笔钱 那你稍微节制一下子比较好 再来一颗星呢 还有谁一颗星呢 天蝎座上榜了 天蝎座呢 这个礼拜呢 会有很多的莫名的压力 然后你就是不开心 然后觉得呢 自己可能表现的不是很好 很怕事情做不好 肠胃的部分呢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要好好照顾身体 再来一颗星呢 天蝎座 赌龄哥 赌龄哥 这个礼拜要注意一下 会有一些自我怀疑 然后改造升级 比方说 觉得自己身材不好啊 觉得自己表现不好啊 天蝎座偏 抽纸 然后呢 你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 没有自信跟怀疑的一些心情 让你心情有一些低落 但是你很振作 很快的就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外形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某一些能力 去做一些改造 还不错 来三颗星呢 上榜的是巨蟹座 巨蟹座呢 这个礼拜呢 跟你的合伙人啊 还有另外一半 有一些观念相左 觉得对方呢 太严格 或者是太无形 或者是太现实 然后呢 造成情绪上有一些起伏 要这个耐心的去沟通一下 来三颗星呢 还有处女座上榜 处女座这个礼拜呢 也会改头换面哦 去探个头发 弄个指甲 买套新衣服 桃花运走望哦 很不错 来三颗星呢 还有谁三颗星 牡羊座上榜了 牡羊座呢 多方机缘 仔细分辨 我告诉你就是 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合作 各式各样的机会 但是里面呢 有好的 有坏的 如果你不太会分辨的话 问问你身边的朋友 再来我们来看四颗星 谁上榜了 四颗星呢 双子座上榜了 双子座呢 这个礼拜呢 跟朋友出游 然后可能会去进修啊 也有一些出差的机会 会有机会认识很多人 人际的部分比较活络 再来四颗星呢 金牛座 好像刻板上车是金牛 还有黄老师 来金牛座呢 这个礼拜贵人待望 财运颇佳 就是会有很多人 给你介绍很多的机会 让你可以赚钱 然后工作啦 业务啊 各方面都很旺 再来四颗星呢 还有谁 四颗星双鱼座上榜了 双鱼座呢 人寄桃花如鱼得水 遇到很多的贵人 桃花运也很旺 再来我们来看五颗星 五颗星呢 水瓶座上榜了 水瓶座这个礼拜呢 体力非常的旺盛 就是啊 你会发现自己的活动力非常的强 本来一天只可以做三件事 突然间一天可以做五件事 效率加倍 把工作做得非常好 再来五颗星呢 还有狮子座上榜了 两位贵宾 四颗星双鱼座呢 这个礼拜长袖上午受人注目 就是这个礼拜就是你们的好时间 不管做什么都表现得很好 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同跟赞赏 再来把第一名呢 颁给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呢 这个礼拜乐观进取 走路有风 很多好事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接下来我们来加码 桃花运最望的是处女座 事业运最望的是射手座 财运最望的是金牛座 恭喜大家好 好